所以前两个星期呢 很多的话题呢都是在讲这个叫做 Recession OK So Recession 哇 经济衰退 所以呢很多人呢都会在讲这个东西呢叫做 Interest Rate 这个就是最近的主要的话题 还有呢当然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一个东西叫做 Inflation 所以在这边 这三个东西呢 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当然 当你讲哇Recession啊 有什么什么问题啊 Interest Rate要起啊 然后呢Inflation啊又一直在涨啊 OK 东西越来越贵啊 材料越来越贵啊 所以呢这样子的消息呢 OK 都是呢就是讲这个Market不好 都是坏消息 都是坏消息 当然股票呢前几个星期呢 都是在往下跌 所以呢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讲 现在呢是不是一个反弹 到底呢是不是一个真的反弹 OK 所以今天要就是来看看一下 到底接下来一两个星期 这个反弹呢是不是真正的反弹 我们应该看涨还是看跌 首先第一个就是你觉得这三个东西 是不是国际的 还是只是马来西亚 所以这个Interest Rate 会影响国际的股市吗 Inflation会不会影响国际的股市 答案就是呢 会对不对 OK 所以呢在这边 这些都是国际的一个问题 International的一个Problem嘛 对不对 不是只是马来西亚有这个问题嘛 这是国际的 每一个地方 每一个人都在讲这个同样的这个问题 每一个人都在讲这个同样的这个新闻 对不对 所以呢在这边很多人他开始呢就有这个Sell all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可以把所有的股票全部卖掉清仓 OK 所以呢当然有可能你是对的 OK 有可能你是对的 所以呢就是讲 如果今天或者下个礼拜起过后呢再掉 OK 这样你这个Sell all呢 就是对了 OK就是对了 对不对 所以呢在这边要不要Sell all这个呢 OK大家自己决定 OK大家自己决定 为什么呢 要怎么样决定 要怎么样决定 OK So example 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呢就是呢 我们现在呢差不多在这里 所以在这个情况如果你觉得接下来会涨 当然你这边你就买啦 OK如果你觉得接下来呢是继续的跌 你这个Sell all呢当然你就是答对了啦 所以如果呢接下来呢他一直涨 你还是在Sell all 这样当然的你就可能少赚或者是没有赚 或者是等到很高很高的时候你才来买 所以呢这个就是很多人的一个问题啦 OK就是讲低的时候 转弯的时候 他可能不敢买 不过呢 等到那个股票呢 涨到很高的时候呢 他才来进场 对不对 所以在这边 现在呢我们在这个情况 Now OK在这里 到底接下来 他会不会继续的涨 还是呢 接下来呢 他是继续的跌 OK所以今天我们来看看一下 看看一下呢就是呢这个股票 看看一下股票 所以呢 当然你刚才我讲的这些问题呢 都是国际的问题 所以如果你看到呢 外国 如果你看到 好像example Tesla OK Tesla 他过去的三天都继续的大涨 所以example 这个是7% 一天涨7% 这边呢一天也是涨7% 这一天呢一天涨4.9%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他涨4.9% 他涨7.4% 他涨7.3% 这样子的情况 有两个说法 第一个说法 肯定 很高的confidence 叫做short covering short covering呢就是呢 之前有很多人 卖空 不过呢 他到了这个market 反弹的时候呢 他就赶快的跟他买回来 所以呢有两批人 一批人呢是抓底的 另外一批人呢 是快点covershort 所以呢 这一个为什么他会突然间跑上来 就是呢那些卖空的最后一批卖空的人 他们呢现在是 哇完蛋了就是现在是开始输很多钱 开始输很快了 ok 所以如果你只是看tesla 可能你会觉得 哎呀 tesla强嘛 别的股票可能不强嘛 对不对 所以呢 你一定要看别的 ok 你要看一下 苹果 苹果有没有 所谓的一个强烈的一个反弹 也是有 所以这边呢 他是2.3% 然后这边是4.1% 所以这个呢 也是一个强烈的反弹 当然呢 你也是可以看一下 那些什么google啊 有没有反弹 然后呢 这些blogcom啊 有没有反弹 这个反弹呢 是一点点反弹 还是呢 算是呢 哇 蛮强烈的反弹 ok 所以你要考虑的就是讲 这个example 这个avago 他是blogcom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呢 他是一点点反弹 还是呢 所谓的就是 强烈的反弹 ok 所以有两种 如果是一点点反弹的话 这样子呢 还是有很多人会再来short 如果你是强烈的反弹的话呢 那个short的人呢 他都会怕 你知道吗 因为呢 哇 如果我short的时候 时机不对 现在呢 就是很危险的一个时候 所以呢 那个short 暂时的卖空的人呢 他暂时的是 哎 现在呢 好像还是很强 所以呢 暂时呢 就不会去卖空 ok 所以在这边 强烈的反弹呢 这些呢 都是非常好的 ok 所以再来呢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一些 就是香港的 so example 香港的一些股票 好像这个 李宁 ok 所以今天 也是一个11%的反弹 所以当然 他还是就是 属于一个下跌趋势 只不过 这个也算是一个 强烈的反弹 ok 我跟你讲这么多 不过你可能 你 比较在意的是马来西亚的股票 不过呢 我是想说呢 就是 马来西亚呢 他还没有 ok 他还没有 这样大的一个反弹 马来西亚 他算是呢 就是还是 比较弱 ok 还是比较 今天没有这么强 不过 你可以看到呢 就是 Great Tech Great Tech呢 如果能够突破的话 他很有可能呢 就来一个就是 所谓的一个 Range Expansion 就是这样 本来这个Candle 是很小的 他呢 成功突破的话呢 就有很多的资金呢 敢呢 去进场 ok 不过呢 暂时 暂时 他的这个 也不是讲很strong 虽然今天是起5% 所以在这边 这个算是一个 成功的一个见底 暂时来讲的话 这个Great Tech的话呢 他暂时呢 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 支撑 所以呢 这个股票跌到这边 有一个支撑 跌到这边 有一个支撑 跌到这边 还是有一个支撑 今天呢 也成功的 破了一个 短期的一个阻力 也算是成功 破了 Close上来 这个短期的阻力 so 你可以看得出 就是最近的 这个Market 这样子 这边是阻力 他Hit到这个价钱 他马上往下跌 这个是阻力 他Hit到这个价钱 他马上呢 往下跌 他Hit到这个价钱 ok 三次都不会破 不过 今天 他终于呢 成功的 站上去 所以呢 简单的讲 就是 这个是一个 Bottom Sign 这一个是一个 Follow through 然后呢 这个是最后一个 这个是一个 Break out ok 这个是一个突破 so overall呢 就是不错的一个开始 是不是已经uptrend了 还没有 真正的uptrend 还是 这个system呢 还是讲 它是一个 Downtrend 所以呢 暂时 它还没有度过 危险期 暂时是没有度过危险期 危险期要高过 4块钱以上 它才真正的度过危险期 不过暂时 这个是抓底 所以抓底的话 现在呢 是一个就是讲 比较 不容易的一个时候 为什么呢 因为 多数的人 他们呢 是喜欢 比较肯定的时候呢 才进场 所以呢 你讲 如果你真的可以赚钱 你才叫我 不可以赚钱呢 你不要跟我讲 所以 多数的人是这样子的嘛 对不对 so 现在的这个情况呢 它是一个 比较便宜的情况 所以 那种风险 可以承受 比较高的 ok 他可能比较早 进场 ok 不能够承受 那种风险的 他可能讲 迟一点在进场 不过你迟一点呢 他也是比较高 价钱也是比较高 so overall呢 我们呢也是就是分批 ok 分批进场 有赚钱的股票 我们会hold着 没有赚钱的呢 我们会cut loss ok 所以这个呢 就是风险管理 所以在这边 市场上呢 overall 你可以看到 ok 除了GridTech 有没有其他的科技股 它是有好像类似的往上涨 ok 类似的往上涨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是DoFu 可能很多人已经不再看DoFu了 不过呢 不过呢 在这个Downtrend 你可以看到 现在呢 它是跌跌跌跌 然后呢 上来 然后呢 这边呢 它开始呢 就是有一个比较strong的一个support 所以这个呢 就是它的一个短期的 ok short term的一个support 只要呢 没有拉回来跌破这样子的一个趋势 它还是就是属于呢 有机会的 ok 还是有机会的 so overall 这个股票 它们呢 已经见底了 已经在这个2块1毛钱 已经build一个base了 这边 没有跌破 这边也是没有跌破 所以这个2块1毛4 2块1毛钱 这边呢 其实呢 就是它的一个bottom ok 不过呢 你问我长期的话 会不会涨回4块 长期就很难讲 ok 长期的话 很难很难讲 ok 它现在呢 如果可以涨到3块 已经算是很好了 ok 所以呢 股票呢 ok 我们呢 是 如果 它短期没有办法涨 如果它中期 没有办法涨 这样子呢 它就 长期不可能会涨 ok 所以所有的长期 都是要看短期跟中期 所以好像你去约一个女孩子吃饭 第一次吃饭 ok 他都不喜欢你 ok 第二次第三次吃饭 他还是不喜欢你 这样子 你哪里可能会跟他在一起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就是那个idea ok idea就是呢 他一定要先让你赚一点 ok 赚一点钱 然后 ok 他继续的往上涨 然后呢 跌下来的时候不会跌的太深 ok 这个呢 才是真正的一个uptrend 所以暂时呢 是可以看得到就是资金开始流入科技股 所以呢 这个是 Nufu 然后呢 那种什么Inari 这些我们都要开来看一下 ok so 你可以看到现在是到了一个阻力 所以呢 什么问题 现在 现在呢 这个紫色线是它的阻力 只要它能够站上去 不要跌回来 它就是这个青色 so 在这里呢 Semiconductor的股 NVIDIA这些AMD 其实他们有开始跑回来一点 ok so NVIDIA AMD 其实呢 开始跑回来 所以你看到AMD 也就是一个比较strong的 ok 它没有创新底 它也是开始跑回来 这些都是比较重要的股票 所以如果他们能够继续的跑 这样子呢 对于整个全球的股市 ok 其实呢 是有帮助的 ok 有帮助了 ok 因为呢 他们还是就是全球的leader ok 我们星期天有这个zoom meeting 会update大家 现在的走势啊 还是怎么样 如果真的是market不好的话 我们有cut loss的话 我们呢 也是会通知你 这样子 so 赶快 ok 赶快去 join 这个星期天 register 这个星期天的这个zoom meeting 所以大家觉得我们讲的不错的话 可以有帮助到你的话 可以帮我们打一个like comment一下 会帮助我们的这个channel grow ok 希望大家这个星期 hang hang ok 能够赚一些钱 好不好 谢谢大家 帮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